新款开箱 T200 T300 这是正典原子新推出的两款电烙铁 先给大家看点猛的 然后再介绍 看这个威力有多猛 放进去 看 很轻松 能达到180瓦 这期视频先拆这个 它有不同的套餐 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烙铁头和不同的手柄 打开 说明书 主机 2.4英公斤的IPS屏 这里边电源线 这是可以选择的套餐 两款不同材质的烙铁架 这款是铝合金的 这款主机可以匹配四款不同型号的手柄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 对面是T12 C245 C210 C115 四款不同型号的烙铁心 T12 245 210 115 需要别的模样烙铁头 可以到它家去选择 或者到市面上选择 这个和市面上的是通用的 下面咱们看前面 2.4英碎IPS屏 调节用的编码器 支持PT65瓦输出的Type-C口 给手机充个电 或者是直接带个加热台 或者用它家那个T80P沾到铁 这个都可以 看一下后边 电源开关 这里边有个保险 这上面是插地线的 下面是插手柄的 咱们看一下屏幕 这是标准的界面 它可以调曲线界面 这个是开机时间 这个是Type-C口输出的电压 现在啥还没插 比如说我把这个T80P电烙铁 我插进去 看 直接变成20V了 看到了吗 这个半原是加热的功率条 C245 它提示你现在用的是245的手柄 插别的手柄 它会显示别的信号 中间这个200是实时温度 是200度 下面这个200是设定温度 200 350 这是三个提前预制好的快捷温度 当然这三个都可以调节 咱们进入菜单看一下 长按编码器 这还有个灯的 界面模式 刚才是标准版的 还有曲线版的 按一下 往右选择 好 曲线 选择它 长按出来 看一下 这就是曲线界面 这温度这就不出了 你看这边这数字 当前电压 当前这个电流 当前功率 28都是内部的温度 2.7欧 检测到的发热器内组 245就是检测到245的手柄 咱们继续进入菜单 继续往下看 温度不近 这个根据自己需要调节 T1设置 可以进来看看 这个休眠温度 休眠时间 待机时间 这个都可以选择 可以修改 根据自己需要 快捷温度 它默认不是200 350 450 这个根据自己需要 这个可以自己调节 自己设置 闭光亮度 温度单位 分明起音量 其他 其他里边你看 自动关机 然后开机动画 这个可以设置 开机动画 LED灯开关 现在默认是开着的 第九 这个是连接电脑 升级手用的 恢复出场 信息版本 就这些了 长按回去 看一下画锡速度 245的烙铁头 画锡非常快 你看啊 我直接开 看好 好 开始加热 马上冒烟了 看 大家看一下 它最高功率啊 哇 能达到200多瓦 这有点猛啊 它标称 那个最大功率 是160瓦 接了一个功率表啊 我看一下 它那个瓦数标的 对不对 我回想它虚标了 应该是差不多 你看 十几瓦 这是十几瓦嘛 来 插进去 这216 哇 这240瓦 那看来至少有200瓦 它这个最高 能调到500度啊 咱们换一下锡啊 就450度 这样换一下 试试 这是锡块 这威力行吗 看 我再换个大马蹄烙铁头 这个烙铁架 可以这样换烙铁头 这样插进去 一拔 拔出来 换个我市面上买的 大马蹄 很轻松 来 再拿一块 放这里 看这个威力有多猛 放进去 看 很轻松 能达到180瓦 看 它说明说上 标的是最大160瓦 它标的有点少啊 这款里边内置是开关电源的 下期视频咱们一看T300 它内置不是开关电源 是环形BR系 也就是公平BR系的 并且是双工位的 这两款具体价格呢 你可以进去看一下详细的套餐 套餐不同 价格是不一样的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